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实力方面来看 八组差距相当的悬殊 第一小组成员由潘伟博领衔 成员有吴克群 张振月 杨长青 堪称名副其实的王诈组 潘伟博能唱 能跳 能rap 他的好兄弟吴克群也是全能行 张振月和杨长青两位rapper更是诈场大杀器 实力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拖后腿 紧随其后的是郑军这组 因为网传的汪峰等人没来 他俨然成为本季内地哥哥的咖位担当 另外三位组员为苏建信 郝云 马迪 两个摇滚唱将搭配两位民谣歌手 唱功和音乐性在八个组里一记绝尘 这一场他们选择了莫文卫的代表作忽然之间 据网友透露引发了一波全场大合唱 陈小春 张志林 李承炫 张云龙四人 以第一季老成员的身份回归 跟新一季的二十八位哥哥展开同场较量 他们对这个舞台以及赛制无疑更加熟悉 只是相较于三位老大哥张云龙的实力存在不小的差距 排第四的应该是任贤齐祖 小齐哥就不用说了 当年可是横扫华语乐坛的天王 吴卓熙是舞蹈演员出身 也演唱过不少TVB电视剧主题曲和插曲 人科是五条人乐队的主唱 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很少有人知道张俊宁是从上系音乐剧专业毕业的 曾经过专业的声乐训练 因为有吴建豪和林峰坐镇 且分到了曲风乍列的Legends Never Die 这一组原本有一定的优势 可惜组内成员实力参差不齐 方一伦和蔡衡明显和上面两位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苏友鹏带着三位小老弟比赛 重新演绎了周董的经典金曲《霍元甲》 据说还掉了威亚 另外周百豪也开过演唱会 舞台经验非常的丰富 金汉虽是选秀出道 但是这几年忙于拍戏 唱跳难免输于练习 至于王大璐则纯属于跨界 剩下两组整体实力可以说是半斤八两 都存在明显的缺陷 杜德伟 范士奇 曾比特 朱家琪这组 挑战唱跳未免有点冒险了 看起来是一个王者带着三个青铜 迈克 黄义达 刘凯威 温兆伦选了逃跑计划的一万次悲伤 可惜该组只有黄义达一位专业歌手 而且歌曲不够账 当然 实力仅是一方面 不能简单地和公演的排名画等号 谁能从大众评审那里赢得更多的票数 还得看现场的表现 以及哥哥们自身的人气 有上一季作为参照 希望第二季在选歌舞美等方面 能保持高水准 多贡献几个出圈的舞台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批哥2阵容确实强大 但真正的顶咖只有两人 大咖有三人 看了披荆斩棘的哥哥2的名单 有网友说 第二季的阵容比第一季强大太多了 第一季真正算得上大咖的也就两个 一个是赵文卓 一个是陈小春 但是第二季的大咖就相当的多了 有哪些呢 任贤奇 苏友鹏 张振月 潘伟博 林峰 吴卓熙 吴克群 郑军 刘凯薇 陈小春 苏建信 吴建豪 温兆伦 杜德伟 张志林 一上列举的哥哥 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大咖 第一季的阵容有这么强大吗 虽然我不否认第二季的阵容 确实比第一季强大很多 但是某些网友对大咖是不是有误解 上面那些哥哥真的都称得上大咖吗 在我看来 第二季真正称得上大咖的只有三人 而大咖之上的顶咖有两人 首先不要说吴卓熙算不上大咖 就是跟他一起出演大唐双龙传的林峰 也算上大咖 在香港演艺圈没有达到谢霆锋那种咖位的 能算大咖吗 事实是跟谢霆锋相比林峰显然差了一大截 而跟林峰相比吴卓熙又差了一大截 再一个吴克群苏建信都算不上歌手中的大咖 这两人只能说曾经红过一段时间 但说到乐坛影响力 两人跟潘伟博相比明显差了一截 有网友说吴克群苏建信算不上大咖 那张振月呢 我只能说很抱歉 张振月的咖位也就比吴克群苏建信高半截 别以为张振月曾经跟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 同为纵贯县成员 就把他当成大咖了 事实上张振月跟另外三位相比 至少差了两个档次 所以算不上大咖 吴建豪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偶像组合F4成员之一 跟严承旭一样 都是80后90后两代人的青春记忆 总称得上大咖了吧 我只想说 就是严承旭加盟进来也称不上大咖 那就别说吴建豪了 因为论红火程度 吴建豪似乎还不如严承旭 温兆伦杜德伟两位大哥 确实是很有实力的艺人 但是过期太久 并且曾经的红火程度一般 跟陈小春相比明显差了至少一档 所以两人都算不上大咖 刘凯威自然也算不上 刘凯威跟冯绍峰一样 都曾娶了一个咖位比他们大一大截的老婆 也就是杨幂和赵丽颖 而这两个哥哥巅峰时期最多二线 绝对上不了一线 而杨幂和赵丽颖可是女星中的超一线存在 所以刘凯威不可能是大咖 张志玲的咖位不如陈小春 而陈小春估计就是这一级大咖中的最低标准 如果比不过陈小春 那就撑不上大咖 所以现在还剩哪几个呢 有任贤奇 苏友鹏 潘伟博 郑军 陈小春 这五个人中任贤奇 苏友鹏是顶咖 潘伟博 郑军 陈小春是大咖 苏友鹏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小虎队成员之一 作为歌手有过辉煌的时刻 后来当演员主演了很多经典影视剧 也有拿得出手的成绩 再后来还当上了导演 绝对算得上顶咖 任贤奇就更不用说了 巅峰时期红过周杰伦 一张唱片卖出了2600多万张 经典歌曲一大堆 70后 80后 90后 三代人的青春记忆 同样称得上顶咖 潘伟博继周王陶林之后的 另一位罢评歌手 论咖位确实比周王陶林 差了一个档次 但即便这样 他也算得上是大咖 毕竟他能跟周王陶林比较 郑军内地摇滚先驱 论咖位比汪峰差了半道 但在第二季的哥哥里 也称得上大咖 最后就是去年的C位陈小春 如果陈小春都算不上大咖 那第一季的哥哥 岂不是个个都拿不出来 就像前面说的 第二季陈小春就是大咖的 最低标准 如果咖位比不过陈小春 那就不能算大咖 接下来说 批哥二 哥哥们一同聚餐 王大陆 刘恺威等人均现身 搜狐娱乐训 近日有网友偶遇 披荆斩棘的哥哥们二 选手们一同聚餐 刘恺威 王大陆 林小枫等人纷纷出席 信与工作人员挥手 陈小春与应彩儿 一同出席聚餐 林小枫带着礼物前往聚餐 王大陆乘车前往聚餐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